大家好 三百诺 兄弟们好 阿克都 姐妹们好 阿克都 三百诺 阿克都 阿克都 我说的是蒙古语啊 其诺阿德 其诺阿德就是英文的What's your name啊 这个蒙古的题材啊 蒙古的话题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还有新疆啊 台湾啊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话题啊 这个 最近啊 老聊别的了啊 没怎么聊蒙古的事儿 聊的少啊 给大家聊一段查哈尔蒙古啊 查哈尔是蒙古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部落啊 查哈尔这个词啊 这个有人说啊 来自于波斯语啊 这是法国人啊 这个研究蒙古史突厥史的专家叫薄熙和说的 来自波尔什尔 波尔什尔就是波斯啊 他说意思是仆人啊 这个隋唐时期啊 突厥汉国军队中的精兵被称为哲节啊 那个河南有个哲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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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乌多 乌多加S 乌多斯 就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另外这个乌多 乌多就是巴基斯坦的国语 乌尔都语 这个 达延寒 达延寒蒙古的大寒 北原时期 他就驻障在查哈尔部 到最后林丹寒 抗金失败 这个金指的是后金 努尔哈赤黄太极的后金 后来查哈尔归附了清朝 以这个查哈尔归附清朝 这个作为标志 内蒙古四十九旗 共同 这个利士 蒙士和这个后金和满清 就是 正式和满清结盟 归附满清 后来有一个王爷 这个没有子嗣 这个旗就被周围的几个旗给吞了 所以后来变成了四十八旗 这个旗的王爷应该是宾图郡王 他那个旗原来叫宾图郡王旗 大概相当于今天辽宁西北部某个地方 他们这个旗的后人还在北京 这个大哥呢 社科院的住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里 我去拜访过他 然后他老婆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 后来两口的离了 离了 这个 这些大韩呢 都是来自蒙古的黄金家族啊 黄金家族啊 必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成吉思汗呢 叫铁木真啊 他的尊号叫清格赛 这个黄金家族叫阿尔腾乌尔库 这个 而且不是他所有的儿子 他儿子多了 他几百个老婆啊 上百个儿子 只有他的大老婆啊 这个贝尔帖生的四个儿子啊 卓赤 不是树赤啊 卓赤 然后这个 还有老儿子托雷 只有这四个儿子生的后代 算黄金家族啊 其他都不算 这个 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大韩 才能够当蒙古的大韩 而且不光是蒙古 连哈萨克的 卡拉卡尔帕克的 乌兹别克的 诺盖的 很多民族的啊 这个 凡是跟蒙古有关系的 他们当王的 必须是阿尔腾乌尔库 黄金家族的啊 这个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啊 在原来少数的护卫军的基础上 扩编了一支由万人组成的啊 万应该叫tumot或者土棉啊 长辈武装力量 长辈军啊 就叫窃靴 窃靴就叫chaharu 这个呢 这支部队呢 直接是大韩所指挥的啊 平时呢 承担大韩的金杖 金杖叫 阿尔腾乌多 阿尔腾 就是黄金啊 你要问突厥人 黄金也是阿尔腾 阿尔腾就是阿尔泰山脉啊 啊 这个山啊 蒙古语叫乌拉 这个维吾尔语叫tag 哈萨克叫tau 这个平时啊 保卫大韩的金杖 以及分管汉庭的事务 这有点像中央办公厅啊 或者中职机关啊 中央警卫局啊 战时为大汉亲自统领作战的部队啊 就是亲军啊 亲军 这个中军啊 大韩的窃削 是蒙古民族的精华所具 是按照大韩的旨意 从万户长 千户长啊 千户长叫明安 明安就是明干啊 这个皇太极好像有一个老丈人 老丈人就叫明干 实际上就是千户的意思啊 内蒙古有个旗 叫达尔汉茂明安 茂明安就是茂明干 就是一个不咋好的 不咋地的千户的意思啊 这个啊 还有百户长等各级纳严 纳严就是贵族啊 和白身人的子嗣中 白身人啊 白身人呢 有个蒙古的学者叫 他认为白身人是指平民中 家世清白富有者 老百姓里边比较体面的 比较靠谱的啊 比较富裕的啊 这样的人啊 组成的子嗣中挑选出来的品行端正武艺高强相貌端庄的人啊 组成的窃靴是没有封地的大韩亲军的代称 而查哈尔啊 查哈鲁虽然是大韩的护卫军 但是和窃靴还是有区别啊 可以说窃靴是查哈尔的前身啊 在蒙古文的成吉思汗真言和青年婚礼的皇臣史源中 曾经将查哈尔赞誉为大韩的护身宝剑和盔甲 这个蒙古皇室这本书里写到 为利剑之锋刃 为盔甲之侧面 乃查哈尔万户是也 查哈尔是作为具有军事行政生产啊 三方面职能的一个万户的称谓 在达言韩之后一直居于宗主部的地位啊 他是宗主 他是头啊 其他各部都是围马首是瞻啊 这个查哈尔部的前身呢 就是窃靴 作为大韩的亲军啊 警卫部队 跟随袁顺帝 就是妥欢天木尔啊 退往上都 驻地应昌啊 就是今天张家口北边啊 就是这个西林郭勒这一带啊 多伦呀 应昌啊 就这一带啊 而后在北原历人大韩的统领下 为统一蒙古各部或守护汉庭或转战各地 查哈尔部的形成的阶段 大约啊 是在乌克图汉啊 乌克图汉之前的一百余年间啊 这个时候的蒙古大韩以驻障啊 以驻障于查哈尔了啊 自达严寒统一蒙古各部后 实行了万户制啊 将以前的小领地合并为六大万户 分左右两翼啊 一般是左为上右为下啊 左翼地位高一点 查哈尔为左翼三万户之一 大韩驻查哈尔万户境内 是北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啊 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啊 阿尔特乌克的正统的后裔 直接率领的蒙古中央部落 是皇权的象征 据史籍记载啊 明朝时查哈尔本部由八个厄托克组成啊 厄托克发音应该是 就是部落的意思啊 据说这个词呢 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啊 是伊朗 讲伊朗语系的苏特人 叫奥特克 指的是国家或者疆域啊 16世纪以后啊 离现在差不多500年 逐渐呢取代部落之一的爱马克 爱马克发音叫爱马克 爱马克是 现在在外蒙古啊 还有爱马克 指的是省啊 指的是省 这个现在外蒙古管县叫苏姆啊 中国翻译成乡啊 因为外蒙古人比较少啊 这个有哪八个厄托克呢 这八个厄托克统称叫查哈尔巴布 大概有查哈尔哈尔巴特 阿托克 查哈尔克什克腾阿托克 克什克腾奇 现在有一个啊 查哈尔浩提阿托克 蒙古有个部落叫浩提特啊 还有查哈尔奥汉阿托克 奥汉 奥汉阿托克 查哈尔查汉 塔塔尔 查哈尔 查干塔塔尔 查哈尔就是查哈尔 查汉就是查干 就是白色 白色一般代表地位 就是尊贵纯洁啊 塔塔尔 塔塔尔就是达达啊 就是达达汉国 就是金帐汉国啊 还有查哈尔奈曼 阿托克 查哈尔奈曼 奈曼 蒙古语的巴啊 古代有奶蛮人啊 奶蛮人 奶蛮人 有一个叫塔塔统阿的 他帮助成吉思汗他们 创立了蒙古的文字啊 也叫回胡式蒙文 那个文字来自于回胡人啊 回胡有一部分就是今天的维吾尔 维吾鲁啊 有一部分是预故 遥古鲁啊 另外还有查哈尔扎古特 和查哈尔科姆提古特 大概这八个不落啊 到明代末年啊 这个乌珠穆钦和苏尼特啊 也成为查哈尔的成员了啊 这个乌珠穆钦呢 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阿尔泰语系共有词汇啊 这个到新疆也有这个词 这个词的本意呢 是葡萄啊 乌珠穆钦叫 就是种葡萄的人啊 什么扎哈钦 手边人 克尔钦 哈尔钦 神剑手 卡拉钦 黑色的人 你看日本语啊 日本人怎么说呀 尼宏钦 啊 这个哈萨克唱歌的人 歌手叫安奇 克尔克斯族啊 有一个史诗 叫马纳斯 马纳斯钦 就是唱马纳斯史诗的歌唱家啊 苏尼特啊 苏尼特叫雪尼蒂 在过去叫雪尼蒂 也是蒙古一个部落啊 乌珠穆钦啊 现在有两个旗在中国啊 内蒙古 东乌西乌啊 据说他们是从新疆阿尔泰山一带 迁到内蒙古的 清代查哈尔地区呢 是指查哈尔巴齐的游牧之地啊 当时呢 南临长城 南边到长城 北接西林郭勒盟 西林郭勒 西边与龟化图摩特齐接壤 龟化就是龟化城 龟化城就是龟随城 龟随城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啊 这个东边与卓索图盟 和昭吾达盟接壤啊 毗林 卓索图这个盟没有了 昭吾达 昭吾达就是今天的内蒙的赤峰 是啊 西北 与乌兰查布盟的四子部落旗相接啊 四子部落 现在叫四子王旗啊 神舟系列飞船 都是从这降落的啊 四子王旗是谁的部落呢 成吉思汗铁木针的亲弟弟 叫哈萨尔哈布图哈萨鲁 是他的旗啊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乌兰查布市的大部分 西林郭勒盟的南部 以及张家口的西北 河北省的西北 张家口一带啊 这个地盘也不小啊 这个四子王旗我去过啊 有一个著名的旅游点叫格根塔拉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啊 这个一眼望出去 能看到20公里以外 格根塔拉这个风景区啊 里边有一个全国所有的游牧民族的 这个民居的一个聚集处 他把所有的游牧民族啊 甚至不限于游牧民族 北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的 这个民居特色民居 包括各个民族的人 穿上民族服装 这个弹奏着民族乐器啊 进行展示 现在可能那个黄了 其实那挺好的 我记得有蒙古族的 包括东北地区的 厄伦春厄温克 有没有贺哲和达吾尔记不清了 厄伦春厄温克 蒙古青海的土族 土族有的说他们的起源是土骨魂 写成汉字是土骨魂啊 土族自称自己叫查汉蒙古尔 就是恰干蒙古尔 恰干蒙古尔 就是白蒙古啊 白色的蒙古 还有维吾尔族 藏族 哈萨克族 克尔克兹乌兹别克 塔塔尔 塔吉克都有 非常好啊 有没有回族 我现在不记得了 那个旅游点非常的好 那是2002年我去的啊 这个咱们再说说达严寒 之前的北原形势啊 这个原大都 韩巴里 北京城啊 朱元璋的军队打过来之后 这个原顺地逃到草原上 从此他叫北原啊 自1368年 朱元璋在应天啊 应天就是南京 应天古代叫过墨陵 墨陵有人说就是蒙古语的穆伦 就是江河啊 他称帝建立大明朝 元惠宗啊 朱元璋特加其号为顺帝 故明清习惯称其为顺帝 蒙古人自己叫元惠宗 叫妥欢帖木尔 帖木尔其实是 发音是铁木尔 就是钢铁的铁啊 退往上都 就是今天的正兰旗的东 上都河的北岸 从此就叫北原 自此开始了北原与明朝 长期对峙的局面 自妥欢帖木尔为首的北原 被迫退出中原后 仍然希望重新入主中原 恢复大元朝的帝业啊 而明朝的皇帝 则打算成胜 消灭北原势力 统一中国 统一全国 当时不叫中国 于是双方便展开了 长期激烈的战争 从1368到1388 经过长时间的 二十年的战争 加上明朝在蒙古的 左翼右翼和中路 逐步的设置军事卫所 军事要塞军事基地 前置北原的势力 喜至迁徙安置 蒙古的民众 至卫所 到军事基地 到军事要塞 来屯种和牧养 让他们住下来 种粮食或者是放牧 好吧 先读到这 先读到这 谢谢大家 敬畅 敬畅 我们下期再见